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凯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台 体积非常小巧 所有过程都可以包在一起的 无线音乐数位串流 扩大机 Sonos Amp 非常的方便 他就一台什么东西都包给你 你只要买上一对被动式喇叭 准备好你的数位音乐串流 串过去串过去 你就能简简单单就能听到音乐了 但是那台方便是方便 但是买的人不方便 因为通通都是水货 台湾没有人代理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有人有代理 就是这个 Blue Sound Power Node Edge 新产品 其实我已经看Blue Sound的产品 非常久了 我一开始关注的是 它更高阶的产品叫做 Power Node 没有Edge这个英文 差不多就要4万多块了 我觉得一开始想要玩数位串流 还有什么东西包给你的 4万多块 会觉得是一个比较高的坎 你可能比较难跨进去 但是他现在出了这个比较入门的 Edge之后 我猜台湾最后可能啊 售价可能会在2万多块 这就不一样2万多块 哇塞 这就比较多一般入门想进去人 能跨的进去的一个门槛了 那么想玩数位音乐串流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先准备好一台 Power Node的Edge 再准备一对你喜欢的被动式喇叭 拿起你最常用的智慧型手机 里面下载他们专属APP BlueOS BlueOS里面呢 它就支援非常多 知名的数位串流服务 例如Title啦 KKBOX Corebox 或是好多我还没听过的名字 通通都在上面 非常简单 你只要透过你的手机 就是你的遥控器 点下你要的音乐 美妙的声音就从你的喇叭出来啦 好的 那么本体呢 已经拿出来了 就这样子 这么小一台 但是所有功能 一应俱全 那我们直接看它背后的部分 它连接方式呢 非常简单 这边就是连接你的被动式喇叭 那这边它还有一个 可以让你去连接你的主动式的重低音 那上面是HDMI输入 这边呢是USB输入 但是只能接像随声碟啦 随声音碟 它可以去读取你那里面的音乐 来帮你播放 那这边呢 是它的有线网路连接 那它也可以用无线的 你就看哪一个你比较方便 你想稳定 那就要接有线 方便 接无线 那这边还有两个小孔 一个是它的 红外线的连接孔 那这边呢是二合一的 有光纤输入 还有3.5mm输入 二合一的接孔 那么最旁边呢 那就是连接电源线的地方啦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转移到我们的音响去啦 PowerNote的Edge 我已经安装好 非常的简单 接上喇叭线 接上电源线 你已经完成最基本的动作 接下来你只需要去安装它的 Blue OS的APP 安装完做一下最基本的设定 你就可以开始投放你最喜欢的音乐啦 那么基本的它能够支援的规格呢 我们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 它最高可以支援的格式 PCM 24bit 192kHz 如果你有DSD的档案插上去的话 它没办法播放 那么它也支援MQA的解码 蓝牙的部分呢 它支援到APTX HD 那么如果你的手机上已经有 Spotify或者是Title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用安装 他们自己的这个Blue OS 直接用Spotify或是Title 它可以直接就从APP投放过来 让你更省事 那么在Apple的部分呢 它支援到AirPlay 2 那么它也通过了Zoom 这个软体的Zoom Ready的认证 那么它里面内置的扩大机呢 在8WM的时候 额定输出是40W的功率 所以一般要配的话 大概都是配有像后面这个 JBL L52 这种比较好推型的 书架式喇叭 如果你去选了一个 非常难推的那种书架式喇叭的话 我劝你啊 你还是要多花一点钱买更高级的 如果你真的要推那种落地型的 那你真的一定要去找效率比较高的 例如我自己在使用的JBL 4312 那还推得动 好的 那么现在就来看他们最精华的部分 Blue OS这个APP啊 不仅是从你的手机 平板 微软电脑 苹果电脑 它都有开发专属的APP 你下载下来 它的画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好来 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录影功能 那么我们进来这个APP呢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先添加你最常使用的 音乐串流服务 这边有一个音乐服务 点一下 它会马上列出来说 它支援哪些东西 来 大家应该最常用这个啦 KKBOX啊 Qobaz啊 Spotify在这边 Tidal 那么最上面可能有些人也会买一些Amazon的音乐 Amazon因为它也有支援 非常方便 那我自己呢 这边我有Tidal 点下去之后 登入账号密码 再回到左边这一列 这一列 它就会显示Tidal在这边 来 我点一下给大家看 诶 有没有大家看到这边 它的反应速度非常的流畅 有一些APP 它像我之前介绍过的Sonos App 好像点下去之后 它都需要一些读取的时间 但是BluoOS好快 咻咻 诶 瞬间都抓过来 太方便了 这真的太方便了 都没有让你等待的时间 好 那我们音乐呢 先不点 我们看一下左边还有什么功能 诶 最后这个 这边这三个 它的输入功能 Bluetooth蓝牙啦 HDMI输入啦 光纤输入 通通都在APP上面来拆控 来切换 它没有遥控器 这这个就是你的遥控器啊 好的 那我们现在再介绍几个 我觉得它这个 APP里面超好用的功能 来我们一样点到这个左边 然后下面有一个设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声音 点下去 有没有看到一个音调控制 这个好用啊 打开 你看我 我贝斯有增加 你看我这个书架式喇叭 它贝斯一定是不可能比落地式喇叭还要强 所以有这个 加强之后 你可以去微调说 我想用的低音再多一点 想再蹦一点 这边来调整 非常方便 超好用的 那么另外一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边右上角有个家 房子的浮放 它可以在这边列出说你家里面所有有BluOS的产品 这个很好用 你如果今天除了这一间房间 其他房间 都想要同时播一样的音乐的时候 它可以把它加成一个群组 一起播放 你整个房子 都会一起播同一首音乐 这有什么好用 你不仅仅是在家里使用 好用在哪里 商用地方 如果你的餐厅 诶 这边要一个 那边也要一个 我同时要一起播同一首音乐的时候 很简单 我通通都买这BluOS的产品 一点下去全部都给我播一模一样的音乐 你要去控制一楼播什么 二楼播什么 三楼播什么 一个APP 通通搞定 超方便的 好了 那么除了刚刚介绍的那些比较特殊以外 其他东西 它使用上太简单 它图形化设计 你眼睛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播放 这个是要调音量大小 一切都在这上面 它已经设计的非常好用了 那么接下来 要来到我们今天的冲头戏了 这种一体化的设计 什么东西都包在里面 连扩大戏都包在里面的东西 它的能耐到底是什么样子 它的音质好不好 我值不值得花这一笔钱 去买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就要来试试看 我们后面会测试几对喇叭 我帮你会在那个进度条 一段一段的分出来 你喜欢听哪个就去试试看 来听听看 它的声音表现 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会在这边 好的 那我們剛剛試聽的部分呢 是JBL的L52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這一組喇叭 它的聲音是比較潤一點 暖一點的 哎呀 這一台 Power Note Edge 已經可以很完美的去推動這副喇叭 讓我一直感覺到說 我那一天聽到的聲音 它已經完美的呈現出來 Power Note Edge 讓我感受到的是說 它不會特別去加強說 把聲音變成V字型 可能說聲音變更亮更銳啦 或者說低音它已經先加強 沒有 它走的是聲音中心的風格 所以它很容易可以去表現出 每一組喇叭它自己聲音的風格出來 所以像我的JBL L52 它那種暖暖的風格 它表現得非常好 而且我剛剛播放的時候 是已經有調過低音Bass的部分 加3dB 那種蹦蹦感對我來講 在我這個小房間非常的足夠 再加上一點點的把喇叭往後退 在這種空間 這麼小的房間裡面 已經推得微妙微笑了 好嘍 我們剛剛聽的第二對狼 喇叭呢是這個 Sonus Fever的Lumina 1 它的體積比L52小更多 但是它的特色就在於 它的中高頻的聲音 它有特別拉高 喇叭本身就有拉高 所以你會感覺說 它的那些人聲的聲音啊 非常的清晰 我坐在很後面的地方 都能感受 它整個形象出來的聲音 超級清晰的 但是不會有尖銳的感覺 一個是等於這個PowerNote的Edge 它所推出來的聲音 它能夠好好去抓住 這副喇叭 這副喇叭 並不好推 我用我的真空管擴大機 還有一些擴大機 推出來的聲音 都是比較尖銳 會讓我覺得 怎麼那麼刺 但是PowerNote的Edge 不貴耶 就可以把Sonus Fever Lumina 1 推得微妙微笑 那個聲音讓我覺得說 這個級別就已經非常好了 這個產品 有意思 有東西 其實能放在當中 values … 不會把 był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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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ht away the call 好了那我们最后一组的喇叭 JBL431G书架型大型书架型喇叭 也是听完了 那么我真的没有想到 PowerNode的Edge可以把它推得这么好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两组喇叭呢 小喇叭书架型喇叭 我都有开Bass加3dB 但是回到JBL431G的时候 不需要 它那个低音的能量感 非常的好 要是把那3dB开下去之后 我这个小房间会轰得太过头 如果有人喜欢那个超强低音的话 那是没有问题 但对我来讲 那低音夸张到东西会 嗯...震动太夸张了 那么当然啦 因为JBL431G 它的效率非常的高 灵敏度非常高 所以不需要太大的功率 就可以把它声音整个放得非常大 所以之前用真空管夸大机 也推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今天这样试下来 A局的声音啊 让我感受到 它不管去搭配任何喇叭 像你看我们今天 L52 4312G Sona's Fever的Lumina 1 整个搭配下来 我都觉得很合 因为它走在一个声音 比较中心一点的 中高频的地方呢 它都是非常润的 所以我今天这样试下来说 非常的棒 让我感受到说 这2万多块 可能啊 可能台湾上市可能有2万多块 这样子的售价的话 非常的值得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搭配 JBL4312G 我可以把大量的金钱 都先投在4312G身上 先买一台 A局 就可以推得非常的好 可以你要做 聆听音乐 甚至我刚刚不是有讲说 它上面有HD icon吗 你去接你的电视 你要看电视 或是你要玩你的游戏机 都可以一硬俱全 所以我现在又回想到说 我们之前介绍过 Sonos Amp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一比较就知道 差距差这么多 现在Edge 我非常的喜欢它 不管是它整个 它的APP 还有每一个服务 它的流畅的速度 还有它推出来的声音 都让我感受到 你花这一笔钱 通通都花在刀口上面 入门光跨进来 所有的体验都给你拉满 非常非常的棒 现在就只差一件事情了 我刚刚又去查了一下 我才知道说 原来BluSound的产品 台湾确实有人带领 但是Edge的部分 因为它是最新上市的 所以台湾的部分 还没确定什么时候上市 希望它快点上市 真的 入门一进来 选这一台就对了 一应俱全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的开箱 BluSound的Powernode Edge 无线数位串流扩大机 那我们下个影片 再见咯 拜拜